平东县地处热带地区 雨水丰沛,土壤肥沃 农作物及畜牧的农业产值均为全国名列前茅 是国内重要农业产地 产品也深获消费者欢迎 不过这也造成了严重的畜牧污染 平东境内主要河川如东港溪、高平溪主要污染源 皆来自畜牧污水 若未经过妥善处理 将对于自然环境及民生用水造成严重威胁 然而,畜牧污水中其实有大量有机物及丰富的营养物质 如果经过艳养发酵后 就可以转化为爪叶、爪渣等资源 进一步可以回收再利用 转变成农作物肥份 促进乙木养农 减少化学肥料使用 亦可解决畜牧废水及改善环境卫生问题 以达还肥与田、还和清静之目的 畜牧场可以来申请早杂早义肥份利用计划 将这个畜牧肥水回归到农田使用 既可以资源回收循环利用以外 也能够改善河川水滴水质 对于有医院试用看看的农友 我们环保局会安排载运早义到您的农地 给您试用看看 如果有以上需要的乡亲朋友 可以向我们环保局联络 嗯 好香好甜好好吃 赞 第五三业都是好 作为我电上带好 赞 第五三业都是好 作为我电上带好 作为我电上带好 大幅保局会安排 完毕 2